最大的单体行政建筑,美国五角大楼,总建筑面积达650万平方英尺和60万平方米,其中办公面积为370万平方英尺和34万平方米。 五角大楼共有5个外立面,建筑分为5层,最大的独立建筑工程,三峡水利枢纽,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水电站,三峡水电站大坝高程185米, 取水高程175米,水库长2335米,静态投资1352,66亿元人民币,安装32台单机容量,为70万千瓦的水电机组,最昂贵的体育场,巴兰西体育场。 为承办1998年世界杯足球赛而鉴于法国巴黎郊区圣诞尼,的法兰西体育场共耗资4,66亿美元,是一个多种用途的大型运动场地,可容纳8万名观众,最大的古建筑群。 北京故宫,就称为紫禁城,是中国古代宫廷建筑之精华,北京故宫以三大殿为中心,占地面积72万平方米,建筑面积约15万平方米,有大小宫殿70多座,房屋9000余间。 最大公寓楼区,巴比肯住宅区,英国伦敦的巴比肯住宅区,1959年由建筑师前柏林、鲍威尔和邦德共同设计,总占面积16公顷,共有2014套公寓,停车场可停放1710辆汽车。 最大的城市开发区,上海浦东新区,中国上海浦东新区与上海市区隔黄浦江相望,卫世界是最大的城市开发区,全区面积1210,41平方公里,常住人口518,72万人,是上海市人口最多的行政区。 会堂市建筑,北京人民大会堂,人民大会堂位于中国北京市天安门广场西侧,坐西朝东,南北长336米,东西宽206米,高46,5米,占地面积15万平方米,建筑面积17,18万平方米。 最大的兵建筑物,瑞典兵旅馆,瑞典兵旅馆是世界上最大的兵建筑物,室内总面积为5000平方米,每晚可接待150位来宾,在过去五年中,该宾馆每年12月修缮一次,面积逐年增加。 最长的人造建筑,中国万里长城,长城是中国古代的军事防御工程,是一种很长的墙体防御建筑,或形式和墙体相近,防御性质和墙体一样的防御建筑。 据调查,明长城总长度为8851,8千米,秦汉及早期长城超过1万千米,总长超过2,1万千米,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。 最大的巨石建筑,埃及胡夫金字塔,埃及最大的金字塔,塔高146,59米,年久风化,顶端波落10米,线高136,5米,相当于40层大沙高,塔身是用230万块巨石堆砌而成,大小不等的石料重达1,5吨至160吨,塔的总重量约为684万吨。 10万多个工匠共用约20年的时间才完成的人类奇迹。